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又有人看到了台湾黑熊 这次的地点是在玉山的山上 这一只黑熊它重达有160公斤 而它站立起来至少有200公分这么高 也是目前在野外记录到最大只的台湾黑熊 让保育人士非常兴奋 这只出现在玉山的台湾黑熊 身体非常雄壮 一般野生台湾黑熊平均才90公斤 这只大黑熊至少160公斤重 研判是公的 站起来恐怕有200公分高 比人还要高 是历年来在野外记录到最大的台湾黑熊 保育人士就说 台湾黑熊虽然是杂食 但主要的食物是青钢粒果实 从青钢粒生长 就能够推算出黑熊生长的情况 这几年青钢粒的果实产量很好 野生的黑熊有充分的食物可以吃 才会长得这么壮硕 黑熊的研究团队 为了了解台湾黑熊生态 在山区装设感应自动相机 只要有动物经过 就会拍下来 这一次又在玉山捕捉到黑熊的画面 证实黑熊保育做得很好 让保育人士相当开心 记者洪贤民 南投报道